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Idea Lab 当你在户外用手拉车拉着重物上坡过坎的时候 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人帮你从后边推一板 但是没有人怎么办 今天我就要把这辆人力手拉车改成电动助力手拉车 从此上坡不求人 改造需要两个轮子 电机控制器 油门 电池 BMS 充电器 这句就是什么杀敌一千次怎么办了 炸软 铁 水 油 水 碌 水 水 这台湾 空 水 很崩酷 鱼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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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轮子这就算装好了 现在给它加一个电源 是转不转 还行 轮子和油膜都装好了 拉的时候只要按动这波片 就有助力了 下一步做一个自病吸串的电池组 最烦的焊线和压线环节终于结束了 一会儿把电池封起来 就接线 整理好线数 把电池和控制器接下来测试 电池组 助力系统改造完成 出去找个坡 我现在扮演一个140斤的户外用品 它来拉我上坡 在这一座城市的灰烬 呃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星星還是失落 再也沒有見過她的臉 彷彿明天已經到晚 玩得太猛,把前轮的支架干断了 所以本期视频只能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微博 或者把你想说的话发到idea live的邮箱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